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是否会控制人类 黄仁勋还忍住了三秒才回答说 当然不会 讲到AI当然就得找来AI教父 好朋友黄仁勋惊现身 雨量见后一搭一唱介绍新产品 谢谢 真漂亮 黄仁勋化身超级销售员 帮美超委介绍新的AI伺服器产品 大战将GPU组成伺服器 大约要60万个零件组合在一起 需要有超强技术 一边帮美超委广告 另一边两件后当然得回敬 这些 这些是everything 那里面都灭 那里面就很轻松了 但仍然很轻松 可是有很多轻松 我的工作是帮助 给你轻松 我们可以产生很多商品 有 这是什么东西 你才知道啊 你知道最清楚 你我贴什么 你贴我贴 你贴我贴 这个 这个是一个超级的系统 AI当道创造更大商机 不过梁建后话锋一转 问出大家内心疑问 你把AI弄得这么powerful AI会不会控制我 我要AI控制我们 当然不是 中文台语英文三神道切换 两人台上闷如猪 更幽默点出互相合作 已经在一起工作多年 产出很多产品 会这么契合 主要是来自于有共同目标 就是省电 高少年运算要省电最大的助力 就是利用气冷方式 但需要15兆瓦电力 成本高 而美超微的DLC直接夜冷 只要10兆瓦 就能为整个资料中心供电 DLC资料的OPEC 可以涨到40% 两件后跟头露 把绿色运算放到设计中 预期一到两年 DLC夜冷技术的市占率 将从不到1%成长到30% 目前每个月出售超过1500个机架 服务的对象都是AI产业龙头 在电脑展上也首度曝光 专为AI训练和推论的新系统 可以看到这一台呢 是与Intel合作的Golding 3伺服器 而它搭载是Intel最强的GPU 传说速率有达到800G 而效能是比前一代是提升了4倍以上 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留有季型格的签名 预计下半年才会发表 AI的需求强劲 从大型云端供应商或是企业 都在抢购伺服器 根据数据统计 目前AI伺服器占整体伺服器出货 比重不到10% 但预估到了2026年 有望达到15% 其中台厂将是最大受惠者 不管是从上游的晶片 零组件一直到主机板 到伺服器 乃至于到整机柜当中的 网路电源跟散热 尤其是夜冷的部分 其实台湾的业者都是这一波 AI快速需求生产当中 主要的一个动力来源跟推手 就是主要的买家 其实他们开始有一些区域化 跟在地化生产的需求 在北美市场当中 在当地拥有一些生产的基地 有完善的一些供应的设施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 跟主要的布局方向 台湾伺服器厂在全球科技产业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再加上难得集结国际科技大咖聚首 创造更多台湾机会 TB的新闻 于新海流军台北 彩放不到 Computex论坛 周三开场 探讨AI应用布局 还是由灰达打头阵 灰达工程副总裁表示 灰达AI工厂超级晶片平台 是由台积电制造 而AI工厂核心 GB200高阶伺服器 也由台湾的供应链伙伴 一起打造 台湾有不少跟灰达合作的厂商 智慧医疗 也使用灰达的AI技术 Computex论坛登场 以生成是AI新赛局为主轴 包含NVIDIA在内 深入探讨AI硬体技术 与软体应用 场内禁止拍摄 场外开放 技术交流 餐厅有什么好吃的 我讲中文 AI翻译成英文 饭店柜台人员 可以提供我要的资讯 语音辨识成文字 大型语言模型 去做决策 了解你输入的问题 然后产生决策的文字 这样的场景不止饭店 从游戏到医院都能应用 如果你在医疗上面去使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有一个 小个人的医疗服务 你可以有一个个人的医护助理 然后帮你记录这些医疗相关的资料 然后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 甚至说他可以帮你去 连接说其他的医生的一些服务 生成是AI用在绘图上 以精密做工的造船厂为例 过去电脑要做到立体透视 不是问题 但现在AI能够短时间内 拟针到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使用者可能是市场人员 或是销售 透过浏览器 就可以去很简单的 很容易的检视这个产品 去检视这个未来 这个产品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到展场上 找到与辉达合作的厂商 以影像截取卡为主力产品 现在结合AI 影像不再只是纯影像 一般的影像分析 跟生成是影像分析 有什么不一样的 像我来到这一颗镜头前面 音乐的上方就有写 一个男子戴着眼镜 还有穿着蓝色上衣 并且指着某处 之前在跑社会新闻的时候 常常要掉监视器 盯着萤幕一整天 都不一定能找到关键影像 但是现在透过生成是AI 只要输入关键字 想要的影像 在几秒之内就会跳出来 这样的画面应用 在医疗场域可以辅助医护人员 把专注力放在治疗上面 在手术房 你要用手部做确认 现在你就只需要用语音 就可以直接控制 那医生就可以不用动手 这一盘AI PC 就是基于辉达的NVIDIA Jetson or Ring 这个系列去开发的 一个小AI PC 我们最大的任务 在NVIDIA和健康系统 是帮助最高端的 计划进行 以社会的指数 和医学品 發展开开发的 科学科学系统 可见 在好方面 在某些 这个系列的 科学系统 工人员 是在疗 Esthidが 疫情色的 血迹 需要带 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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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帶動智慧醫療的診斷和治療應用趨勢 透過大數據培訓AI裝置 替醫療產業建構精準的手術導航系統 聯合市場研究報告指出 深層AI在醫療領域市場價值2032年預計達到304億美元 年後市場研究報告指出 深層AI在醫療領域市場價值2032年預計達到304億美元 年複合增長率達34.9% 在軟硬體助攻下 AI將為醫療照護領域帶來革新 TVBS新聞謝前夕網浩與台北採訪報導 匯大執行長黃仁勳在台灣掀起AI旋風 稍早美股開盤 匯大股價持續飆高 再破1180美元的歷史新高 蓬勃公布最新的億萬富豪指數 黃仁勳身價大約是3.3兆台幣 已經擠進全球第13名 逼近股神巴菲特 鼠道之處必定被人群包圍 匯大執行長黃仁勳在台灣展現超高人氣 這真的很棒 金錢還帶著高齡92歲的張忠毛一起逛夜市 就連被問到敏感的區域局勢話題都堅定停止台灣 這點黃仁勳早在先前演講中就表露無遺 說台灣是珍貴夥伴的集中地 回答未來還要在台灣打造AI設計中心 社會AI趨勢黃仁勳身價水漲船高 在蓬勃億萬富豪指數榜中 已擠進到第13名 身價高達1020億美元 約台幣3.3兆 和去年相比名次一口氣上升14名 和第9名的股神巴菲特身價只相差330億美元 比比AA3巨頭的年薪黃仁勳增加6成後來到3420萬美元 約台幣11億元 比起超微蘇茲鳳的3040萬美元 和英特爾季辛格的1690萬美元都還要高 換算下來黃仁勳平均月薪相當9217萬台幣 主要還是因為回答去年的股票狂飙200% 不只黃仁勳許多企業大佬薪資漲幅都很驚人 根據聯社和薪資研究機構的調查 S&P500企業中一半的CEO薪資所得 約13% 雖然員工的薪資也有上升 而回答雖然身為AI晶片龍頭也不能太過放鬆 包含亞馬遜也在德州成立晶片實驗室 要生產自己的克制晶片 希望有朝一日能與英特爾或輝達等競爭 不過輝達早已布局 2026年推出下一代Rubin人工智慧平台 渴望踩台積電3奈米製程 AI晶片市場全球的競爭將進入更白熱化的時代 編新聞綜合報導 國際焦點再來看俄羅斯強攻哈爾科夫 很有可能是深東及西 目標是要打擊其他戰線 因為俄軍最近開始把目標鎖定 烏克蘭東南部的蒂涅伯羅 同時黑海艦隊也發射了超音速彈展開打擊 不過烏克蘭動員全民製造無人機 俄羅斯前線指揮官坦承 這些無人機有點難應付 不只用冰寶火箭炮狂攻烏克蘭哈爾科夫 俄羅斯黑海艦隊還公布用K300P 零寶反艦系統發射P800搞瑪瑙超音速反艦巡航飛彈的畫面 大秀肌肉 同時還繼續朝烏東烏南的蒂涅伯羅以火箭炮加壓攻勢 從5月初俄羅斯對烏克蘭東北哈爾科夫加大攻擊後 烏軍前線激戰戰線拉得更長 最新一起遭到俄羅斯火箭彈轟炸的 就在東南大城蒂涅伯羅 民宅大門都被震到凹陷 家中玻璃碎滿地 窗戶天花板都掉下來 有人還顧不得穿衣服急忙逃生 這波攻擊造成蒂涅伯羅至少7人受傷 甚至還包含剛滿月的小婴兒 另外還有16棟的建物毀損 根據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統計 過去兩天 俄烏基戰區包含阿弗迪夫卡 巴赫姆特 以及更往北一點的席維斯克 更傳出俄軍片面宣稱 奪下了席維斯克附近的小村莊 伊萬尼夫斯凱掌握了南北交通要道 但傳出有俄軍將領開始抱怨 烏克蘭的先進無人機越來越難打 就連烏克蘭總統 澤恩斯基都大戰 無人機比西方軍員還可靠 因此現在烏克蘭是動員全民 不分老少動手DIY組裝 想想你十歲的時候在幹嘛 這名烏克蘭的十歲女童 已經學會坐無人機支援前線 現在很多軍人在戰鬥 必須使用很多救援的資料 讓人比較少戰鬥 不只他在組裝無人機 大他四歲的哥哥還發明了電動單架 能夠幫助運送商兵已經在戰場上使用 小小年紀已經懂得自製武器作戰 老的也不遜色 72歲的退役化學兵阿貝收到零件包之後 就閉門趕工組裝無人機 寄回之後還會有志工再檢查一次 沒問題就會直送前線 而且還會回傳無人機的作戰畫面給志工 讓大家覺得自己真的有為保衛國家盡一份力 烏克蘭靠著自製無人機自救 就是因為外部因素變化太大 誰都難以保證軍援不會斷 尤其是歐洲議會馬上就要進行改選 利平連任的歐盟支委會主席范德賴恩 繼續打挺烏抗俄牌 而烏克蘭主導在瑞士主辦的和平峰會 也將在6月15號登場 儘管美國確定是派副總統賀錦麗出席 而不是拜登 但是拜登確定在出訪法國期間 會和泽倫斯基會面兩次 勢必再談軍援進度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墨邊境移民將成為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攻防焦點 美國總統拜登為掃除連任障礙 決定動用行政命令 簽署一項新的庇護禁令 每天入境美國的移民人數只要超過2500人 就會停止受理 而這項命令即可生效 電動炸門緩緩關閉 位在柵欄墨西哥這一端的男子 拿著手機一邊打電話 一邊望向美國緊張情緒 全寫在臉上 零星幾名移民者靜靜等在美墨邊境 期盼邊境管制人員能夠盡快讓他們辦理入境美國手續 但他們的美國夢有可能破滅 在美國總統拜登的執政下 非法跨越美墨3050公里邊境的人數來到新高 去年12月甚至超過30萬人 達到單月高峰 也就是說每天有一萬人透過這個管道進入美國 為了解決非法移民問題 拜登決定出重手 拜登動用行政命令簽署一份庇護禁令 只要美墨邊境官方入境出 每天的非法移民人數超過2500人 就會停止受理庇護申請 只有當人數降到每天1500人以下 才會恢復受理 而且禁令即可生效 拜登這項新的鐵灣政策 引發美國政壇華然兩黨議員紛紛開炮 就連拜登同黨議員也不買單 認為他援引的法律依據 跟前總統川普2018年擔任總統時 所用過的是一樣的法條 當年川普試圖推行的新移民法 最終遭到法院駁回 事實上美國移民政策確實老舊 但兩黨協商修改後的新法案 卻一直進不了參院表決 就這樣僵持至今 拜登迫於無奈 才會動用行政命令 只是他這個舉動 時機點很敏感 但在政治角力下最受苦的往往是移民者 這些來自中南美洲、中國大陸、埃及、土耳其等國的移民者 通常都是為了尋求更好生活 或是逃離自己國家的內亂 有的更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 他們長途跋涉冒險前往美國尋求庇護 Yvonne Lopez is a human rights coordinator at La Casa del Migrante She said this new order will start affecting more local shelters Because more migrants will be stranded in Juarez If the US closes the border 眼前這名協調員說 他擔心一旦邊境關閉 避難所的容納量 恐怕無法附和龐大的移民潮 屆時物資、衛生都會出現問題 I can tell you based on my experience is that usually when law enforcement use riskier measures to cross which usually means more deaths 其實在墨西哥政府 加大執法力度的協助下 過去幾個月前往美國的非法移民人數 確實有減少 去年12月還有30萬人左右 但上個月卻剩下大約12萬 不過接下來還要看墨西哥剛當選的首位女總統 薛恩鮑姆 10月就任後對於拜登這項庇護禁令 會採取什麼態度 將影響這些移民的未來 TPP的新聞 綜合報導 今天10點不一樣精選 帶您來關注 高物價對小資族真的最有感 尤其如果還要付房租 開銷就得跟金打細算 有網友在臉書社團 就列出自己的月開銷明細 說自己月收入38500 但每個月卻負債3000 向大家求救 有什麼方法能改善 而理財專家提醒 其實可以把薪資分成10等份 6成屬於11住行的花費 而3成拿來儲蓄或投資 最後一成是風險規劃 上班族迷是有固定領月薪 雖然家住台北省去房租 但隨著物價上漲 日常開銷也大 發掘到理財的重要性 因為我的資金就是這麼的有限 所以都還是0050的部分 去做一些投入 每個月大概結合老公的贊助的話 會大概投個3萬塊進來 但我自己的付出 大概就有1萬多的部分 米售算一算 除了投資的固定支出 日常的吃喝玩樂 大概會抓薪水的三分之一 其餘每個月還是盡量存錢 開銷上精打細算 出社會等於5年多以後才開始想說 那要有一些不同的方式 不然好像 因為你的薪水就是這麼的少 那你的消費或者是你的慾望 如果這麼的多的時候 那一不小心就會全空 那不然就更加到負的 你猜是每個人都該重視的問題 尤其對於剛出社會的新線人 如何適當的控管支出 必須培養相關概念 特別是月收3到4萬的小資族 更加有感高物價的壓力 這位名男網友分享說 他是北漂族每個月還要付房租 而他月薪是38500元 但是每個月卻是負在3000元 也讓他感嘆說 這就是北漂族的真實狀況 更發問網友說 要如何在不負債的情況之下 還能夠兼顧生活品質 摊開詹明原PO所列出的開銷明細 伙食費15000元 房租含水電網路9000元 交通費1500元 保險1000 其他運動2000元 旅遊4000元等等 不過有個較特別的是 紓壓排毒6000元 讓不少人看到 都對這項支出感到啞異 大家房租9000元 這我眼裡其實不算太貴 因為現在房租成本也很高 不過這個小朋友 他其實我覺得他平常對自己蠻好的 比方說他有一個 這個所謂紓壓排毒的6000元的開銷 我猜這個是類似按摩 老實說你一定要上健身房嗎 其實不一定 我們做一些 我們看一些免費的YouTuber 也會教你一些運動的方法 還是有這種不花錢的運動方法 可以維持你的健康 甚至你都去爬山啊 都去幹嘛 你也是可以做一些排毒跟紓壓 不一定要花到6000元 這個萬用罐 其實我可以去設定不同的存錢目標 例如說我想要換新手機啊 我想要出國玩 個人開禮多個紙帳戶的概念 針對財務進行分帳管理 也發現有近45%的用戶是30歲以下的客群 甚至有20%客戶開禮了零錢罐的功能 也就是可以每天存1到99元 把傳統的實體鋪滿電子化 我們特別設計的一個功能 其實就可以幫助 很懶得儲蓄的小資組來做儲蓄 他可以就是隨機的 把他每天賬戶裡面的這個餘額 從1到99塊 然後存到他的零錢罐裡面 現在很流行的是台股的定期定額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一點點的錢 就參加到這個台灣的股市 所以我們很鼓勵我們的客戶 可以開這樣子一個證券館 那開禮之後就可以用 可能每天每次扣款1000塊的方式 就參加自己可能有興趣的股票 或者是市場的標的 慢慢的去練習自己理財跟投資的興趣 一般我們在理財規劃上 有一個136原則 136是什麼呢 把我的開銷分成10等份 所以我大概有6成60% 可以用在我的生活開銷 而且這個生活開銷是包含房租 剩下30%就是拿來做儲蓄 或者是拿來開始去做投資 另外的10%應該是拿來去做風險的規劃 小資族錢更要花在刀口上 儲蓄觀念不可忽視 即便薪資有限 但又不想忽略生活品質 積少成多 如何做好理財就很關鍵 特別新聞 廉智舊宣海報道 詐騙集團依舊猖獗 詐騙案每天都在發生 甚至去年遭炸金額已經來到 將近89億元 銀行行員跟員警努力的攔阻 但是偏偏不少人 還是都會掉進詐騙的現金 有律師就分析原因了 不是只有年輕人會騙 被騙 長輩有時候跟孩子關係疏離 反而詐騙集團還會天天 跟他噓寒問暖 有了情感傷的慰藉 甚至連被騙也都甘願 但集團能持續運作 還有一個原因 洗錢管道始終無法阻斷 好不容易這樣勸 那樣解釋 總算卸下新房 發現自己掉進陷阱 你提供給我的資料 我真的不放心讓你約定 大男人卻要買上百萬的保養品 不僅行員 員警都覺得怪 海山分局的員警幾乎天天都會 攔阻到各式詐騙案 其實全台各地都一樣 這回攔鬥了過沒多久 又換個模式 本質基本沒變過 近來台灣更被說成是詐騙天堂 但真的那麼好騙嗎 可能跟孩子跟伴侶的關係很疏離 不只是欠缺而已 還疏離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有人對他虛寒問暖的時候 他傾向於 因為這些人可以給他一些情感上的慰藉 所以他會認為說 這個部分他願意 甚至他可能知道他被騙 但他覺得與其我給這些 跟我不親的人 我給他 他給我甘心無所謂 律師分析其實說穿了 真的要多關注長輩的狀況 而且會被騙 還有這個原因 對自己經濟狀況的一種 強烈不安全感 他覺得第一種情況是 我想幫我小孩 但我無能為力 第二個是我小孩不養我 我想要確保我的晚年沒有問題 還有一種情況是 我想證明我自己還有用 我老了 但我還有用 我還能賺錢 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 他就容易把自己的資金 全部投入 這些詐騙的集團裡面 然後讓自己說 我可以賺一點錢 警政署統計 每天平均有11.4件的詐騙案 都是針對65歲以上的高齡長輩 而且犯罪集團都是認為 他們的心理層面比較好下手 而且詐騙金額從107年的39.7億 現在不斷的攀升 到去年112年的時候 更發生了37000多件 而且詐騙金額高達了89億 其實詐騙的前三名 第一名是假投資詐騙 第二名是網路購物的詐騙 第三名是解除ATM的 這種解除分歧付款的詐騙 其實詐騙的本質 它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們近期有發現 他們除了打電話到被害人家裡之後 然後透過視訊的方式 然後扮演假的警察 然後甚至會有背板 就是警察的四大任務這樣的背板 然後來取信民眾 一下要投資可以賺大錢 一下又是涉及刑案要監管帳戶 或是一夜市假購物 明明手法方式都是如出一撤 遭詐金額卻是屢創新高 儘管警方宣導過N百變 偏偏還是一個不注意就掉進話術裡 錢被騙走了 甚至近來老梗詐騙重出江湖 感情騙子 為了愛可以付出一切在所不惜 行政院也推出了打詐新司法 但詐騙集團一片再騙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騙來的髒款 總是有各種辦法能洗乾淨 是主要要把髒錢變成乾淨的錢 對吧 那髒錢變成乾淨的錢 那你一定是藉由合法的管道 去掩護非法的這些髒錢 以往我們最好的 最快的洗錢管道就是人頭帳戶 任何可以交易的商品 都可以拿來當成洗錢的工具 只是看你現在這個集團 他比較熟悉的領域是在哪一塊 尤其黃金單品項高單價 一次就能洗大批款項沒有實名制 金流更是難以追蹤 儘管買賣黃金鑽石都在銀樓 也早就列入了洗錢防治對象 這回遇上的詐騙集團 就是從事這類的買賣業者 買賣的合約通通都可以造假 要阻止詐騙全靠第一線的員警 真的不夠 嫌犯抓是抓到了 但髒款在他們手裡洗錢手法 日薪月異阻不斷的金流 恐怕才是根本問題 天月貝新聞中的榮歇輪台北採訪報導 不少民眾下班之後會相約朋友 一起喝酒放鬆一下 而衛福部國劍署近日就調查發現 18歲以上的成年人有3.9% 過去一個月曾一次喝6杯以上的酒 其中以18到29歲年輕人暴飲率最高 醫生就強調了台灣近半數人口喝酒 會臉紅有酒精不耐症 是亞洲人特有的基因變異 飲酒會大幅提高罹愛機率 超商飲料會以酒品琳瑯滿目 現代人開心慶祝要喝酒 心情不好也要找朋友喝酒解悶 有時工作壓力大 睡前也會小酌一杯犒賞自己 但有沒有過量就因人而異 通常一個月會跟朋友約一次 就是出去吃飯喝酒 平常不一定會看狀況 因為有時候工作比較忙 就比較沒有時間喝 可能一週一次差不多 去唱歌然後或者是說去一些 Lunch bar之類的 餐酒館 畢竟小酌疑情 大飲就傷身 根據衛福部國健署 近日的調查指出 18歲以上每4人就有1人有飲酒習慣 過去一個月的飲酒過量率 曾經一次喝6杯或6罐以上酒的比率 為3.9% 其中又以男性最多 進一步分析也發現 各年齡層18到29歲的年輕人 過量飲酒的比率最高 這項的統計裡面 性別年齡層還有所謂的 我們的社經地位還有知識水準的部分上來講 其實佔有很大的一個角色存在 那當然台灣目前看起來 還是有將近兩成多都是有這種飲酒的習慣 那可能跟歐美國家比起來 其實台灣還算是相對是低的 可是我們還是會建立就是 因為台灣畢竟是一個 病毒性肝炎高風險的國家 可能對於肝臟的肝硬化 或者是造成後面肝癌的一個風險 比例也會大幅的上升 衛福部更推估 台灣843萬的飲酒人口中 有高達100萬人有暴飲情況 而不當飲酒行為 也導致全台每年約4500人死亡 超過4萬人因此罹患疾病 很多人喜歡沒事來一罐啤酒 甚至一罐接著一罐 但這樣的飲酒方式不僅會傷肝 就連腎臟都有可能遭殃 而長時間過度飲酒 恐怕也會造成味覺失靈 味覺上是可以分幾個層次 一個就是飲酒過量之後 對於我們的味覺的刺激 產生鈍化的現象 第二個就是當這些肝毒跟尿毒 它的累積的程度以後 也會影響到我們感知的部分 所以其實對長遠的影響來說其實是還蠻大的 至於肝臟與腎臟是身體重要的排毒器官 酒精的成分大部分藉由肝臟去代謝 長時間酸酒的人會導致肝功能受損 也會直接影響到腎臟功能 那當肝功能異常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會產生一些所謂的肝毒 臨床上我們就稱為ammonia的成分 那這成分其實也是部分靠腎臟去代謝 所以一開始可能受傷的是肝 然後當肝受傷機能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腎臟功能其實也會連帶受到影響 所以往往我們在臨床上看到這類型的患者 大部分都有一些酒精性肝炎 然後合併慢性腎功能異常的一些狀況 長期喝酒也會影響我們的腎臟功能 造成我們腎臟功能慢慢惡化 那另外最重要的是如果長期喝酒 它會造成我們肝臟的慢性發炎 我們叫慢性肝炎 那長久化也會增加肝硬化的風險 雖然醫學上認為適量營酒沒有問題 但是我國有近半數的人有酒精不耐症 缺乏酒精代謝酵素 無法將酒精乙醛正常代謝 將毒性致癌物累積在肝臟中 喝酒後常出現臉紅心跳加快等症狀 得到癌症及失智症的風險更高 因為乙醛去青梅基本上就是 它沒辦法把乙醛轉成我們的乙酸 那再藉由變成乙酸再轉成二氧化碳跟水分 而排出我們的身體 所以乙醛累積在我們身體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強大的氧化物 會造成我們DNA的變性 酒精對身體的危害 全國社區施政流行病學調查 我國65歲以上的高齡長者約有8%罹患失智症 其中女性施政盛行率為9.36% 男性為6.35% 位居首位的是阿茲海莫施政 退估113年 65歲以上施政人口數約為35萬人 隨著人口老化到民國120年將會達到47萬人 民國130年更將逼近68萬人 除了對於病患和家人直接造成衝擊 對於社會經濟層面也將會造成沉重的負擔 除了先天的體質也就是遺傳的因素之外 約有4成左右的失智症發病風險 可能由環境或者是生活習慣方面的因素所造成 可以透過一些後天的努力來降低風險 要避免認知功能退化 最重要的就是保護我們大腦的海馬回結構 海馬回結構藏在我們大腦孽液的深層 很容易受到缺氧還有壓力的傷害 要避免海馬回缺氧 平常我們就要控制三高健康生活形態 這樣就可以確保海馬回的血流充足 隨著年紀增加認知功能會逐漸退化 這是老化的正常改變 如果認知功能退化的程度超過正常老化 已經到了影響工作能力 如何預防海馬回 對壓力受到不良的影響 首先就是要靠運動 尤其是有氧運動成人 每週應該要有75分鐘的高強度有氧 或者是150分鐘的中強度有氧 所謂中強度有氧 就是可以講話 但是沒有辦法唱歌 所謂高強度有氧 就是連講話都很喘 只要採取適宜強度的有氧運動 對於海馬回是會有保護作用的 另外要抗壓 第二個也可以靠正念跟冥想 對海馬回過去有研究顯示 甚至可以增加海馬回的體積 另外第三就是靠避免負面情緒 跟人際多連結 跟人際多連結 多關心別人 前天的基因和後天的環境都可能相關 而且兩者之間甚至會交互影響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稱之為社交孤立 也就是人與人之間不產生互動 這個時候就可能會惡化 失智症的風險 也可能會惡化原先失智症的症狀 在臨床上 我們在過去就觀察到 當我們病人社交孤立的症狀越久 我們病人的症狀就會越來越嚴重 研究指出 其實社交孤立也可能會影響到基因的表現 而影響的基因正是產生 腦內類澱粉蛋白成績的重要途徑 這也暗示著 後天的環境也可以影響到 先天的基因表現 進而產生失智症的問題 所以我們常常在臨床上 托育病人必須要多與人溝通 減少社交孤立的狀況 才能有效地緩解 失智症惡化的可能 社交互動也被認為是一個 可以讓失智症風險下降的一些互動 在生活中 最常能夠帶來大腦刺激的 不過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了 早期發現失智症很重要 還是需要家人的觀察 因為家人才是每天跟病人 做溝通最重要的人 這個病人常常問同樣的問題 或是有些熟悉的工作他不會做 或是他要學習新的事務有困難 或是他的方向感不好 常常會找不到方向或是迷路 找不到路回家 但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警訊 比如說對於聽力受損的長者 可以透過助聽器來改善聽力 改善與其他人的互動 醫師提醒平常務必要多運動 除了減重之外 也可增進心肺功能 降低血管阻塞的風險 多參加社團活動與朋友聊天互動 也可幫助頭腦活化 生活習慣的改變或危險因子控制 能有效降低罹患失智症風險 TVBS新聞 蕭英強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 蕭英